三年前海山交通分队12名队员 他们涉嫌乍领脱掉奖金遭到起诉 但不料法官审理后发现 警政署政风市制作假笔录 认为证据不足 判12名队员无罪 还队员清白 而警政署涉嫌未造文书 板桥地检署要继续的追查 听到同人或判无罪 交通队上还是弥漫一股低气压 对于官司还是不愿多谈 真是缠身的话 也是他们的事情 他们的事情 意思也是他们要做什么事情 也是他们 他们不可能告诉我说 他今天请谁 做了哪些事情 他不可能告诉我 会这么低调 是因为三年前 海山分局交通分队被检举 小队长没有出勤 却教唆队员在罚单上 写上自己的名字 诈领脱掉奖金 当时包括四名小队长 一共12个人被起诉 想不到被法官查出 警政署政风市制作假笔录 证据不足 判12名队员无罪 海山分局表示欣慰 更奇怪的是 检方也认为笔录太扯 不愿意再上诉 像是诚信队员在笔录上 坦诚所言都是事实 但询问光碟上 根本没有这一段 让板桥地检署 也要追查警政署 未造文书 警政署简单一句尊重司法判决 但被起诉的远警 有人饱受压力 停止打零工 还有人快要离婚 警方加强风际拼绩效 却拼出了警记隐忧 对基层远警士气 又是一大打击 专门西红华教委来自SNG小组 台北报道